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92外语网 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布语课程的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Daina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学习基础阿拉布语第二册的 第二课的课文部分 对话及课文部分 好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在这个前边呢 已经将这个单词的部分 做了简要的学习 那么下面我们就将 带着我们之前学习的 在生词当中 所了解到的一些 基础性的知识 然后进入到这一课 主题性内容的学习 那么在阿拉伯的家庭当中 我们将会接触到 哪些有关他们文化性 很强的表达 以及如何去挖掘 他们其中内涵的文化呢 好首先让我们来 共同看一下第一课 第一个对话 它的标题叫做 阿里云 非 维提 阿姆 那么它的意思 就是说阿里在他姑妈家 那么这里面阿里 就是第一个这个词 阿里云 那么其实 相对了解一点 阿拉伯文化的同学呢 或许知道 在这个阿拉伯历史当中 有四大哈里发 其中有一位 可以算得上 是个明治的君主的人 也叫做阿里 那么所以在这个 他们文化当中 通常很多人都会取一个名字 叫阿里 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大家会开玩笑 如果在阿拉伯国家的某一个街头 你站在中间大海 一声阿里 可能会有无数个头 转过来看向你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人 都会叫这个名字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名字上的含义 叫阿里云 阿里这个人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接下来 下面的这一个戒字短语是 一个 在戒字短语的下面 也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这个 本身它是 指的意思就是 姑妈的家 因为我们在单词表当中 已经学到了 阿梅屯就是姑妈的意思 那么这里边 在最后边的这个片词上面 又加了一个 鼠格接文称代词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它是回归到哪个词呢 它代指的是谁呢 在这里面 这个义代指的就是 前面的这个阿里云 这个阿里这个人 好 那么所以 通过这标题 我们能够 大概的了解到 在这一对话当中 肯定存在一个阿里 以及他姑妈 以及姑妈 以及其相关的一些家人 可能会出现在 这个对话当中 那么这个对话呢 难免肯定会有一些 这个体现 阿拉伯家庭文化的内容 好 那么就让我们带着 这样的疑问 共同开始 这个对话部分的学习 首先这是算是一个 旁白对于这个环境 就是基础的一个 所处的对话环境的一个介绍 那么 这个对话呢 相对是比较长 所以我将它分割成几个部分 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首先我为大家读一下 大家听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逐字逐句的 翻译 理解它的意思 然后再找出其中 具有特点的 是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新接触到的句型 或者句子以及表达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 专门的解读 好 首先呢 我为大家读一下第一部分 好 那这就是第一部分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阿里和他的姑妈家 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 是怎样一个前提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动词句 Zara 我们学过 Zara Zara Ziaratan 意思是探访 去游览 或者是拜访 观看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 阿里云 作为这个动词句的主语 阿里呢 去拜访 拜访的是哪里呢 后边的这个介绍端语 Fibaytihai Fibaytihai 那么这个是到了某个 他的家中 某个人的家中 然后Fib 在后面一个一连串的 大家把这一个 介绍端语画下来 那么它也是一个 时间状语 Fibyai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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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努这个人啊 然后动作是什么呢 接待迎接 呼呢指代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主语阿里云 哈萨努呢接待了阿里 然后这个哈萨努呢 他又想说一下进一步的说明一下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进一步用了一个同位语 而且大家会发现这个同位语呢 他也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造诸 我们知道是丈夫或者妻子 那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用妻子的这个词呢 会用造诸也就是用他的这个 变换出来的阴性形式 所以这里边这个正片组合的意思 就是说他阿里云姑妈的丈夫 也就是他的姑父 那么这个短语大家可以画一下 就意思为姑父 他的姑父 那这个他还是指的是阿里云 阿里 阿里的姑父 所以这个对话发生的前提条件就是 在某一天的周五 阿里呢拜访了他姑妈家 然后他的姑父接待了他 然后下面就是阿里和他的姑父 进行的一点对话 那首先就是问了你好 然后这一块一句话啊 大家会发现正常情况下呢 那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就是 回答这个 阿里云姑妈的这个问号 反过来回答就可以 就是到这儿为止 就是我 阿里云姑妈就结束了 但是在这个对话当中呢 这个哈萨努呢 去用了一个很长的句子 后面又加了一个 那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词啊 那么这个词组本身的意思叫做什么 愿真主对你慈爱并赐福于你 那我单个的词为大家解读一下 它本身将是一个词根 那当然这里边的词根有一定名词的性质 有一定动词的意思就是慈爱恩赐啊 那Lehi这个正片组合意思就是真主的慈爱啊 真主的慈爱 还有我后边Barakatuhu Barakatun啊 它来自于这个Barakatun 意思为赐福祝福祝愿 那这里边用到的呢 是它的这个附属形式 就是Barakatun 那并不是它本身的这个形态 而是在后方加了一个 数个基本人称代词 构成了一个正片组合 意思就是说 指他的祝福和赐福 那这里边的他 大家想一想会是谁呢 前方已经说了是真主的慈爱 那么后边这个who指代的 就是前方这个Allahu 他的慈爱 补权呢也可以说是Barakatuhu Barakatuhu Allahi 当然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真主 在此用一个这个代词呢 作为代词 不用作为重复了 所以这句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 真主赐福于你 当然它更多的这个你 也是个范指 指的是真主赐福于人类啊 整个平凡的人间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大家再回到这句话 可以发现 本身呢 可能我们在回答问好的时候 到此结束就可以了 那么当这个回答的人呢 加上后面这一连串的话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表达的是更加浓厚 而且热烈的情感 表示的是对这个问话者啊 更加这个深厚的情感上的表达 那么这种问候啊 一方面可以用在这种日常的这个交流口头当中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处就是在什么呢 说到这个在公开的演讲当中作为开场白 那么一般情况下 那么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大型的比较正式的场合呢 有一定身份的政府官员或者是一定的企业家呀 或者就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士 在做这个演讲或者说做一个发言的时候 通常会向大家问候 那么他所面对问好的对象 就是一个全会 或者是包括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听众 网络上面所有的人 那么他想要进一步的表达自己的热情 以及对所有人的祝愿的时候 在开场时可以这样说 Wa-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以表示对大家的一种赐福 那么这个呢 也是源于这个阿拉伯国家 这个他们有自己的国家的宗教文化 伊斯兰教的文化 所以因此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表达方式 大家可以特别的记下来 好 再往下看下面 这个阿里的回答是 他首先并非是回答 先问了一个问题 说 Hel amati mojudetun 那么我的姑母 姑母存在 在不在 在哪里呢 我的姑母在家吗 她的姑父回答 那是的 在家呢 你的姑母呢 大家把这个短语也画下来 叫做等着你呢 在等你 可以讲是一种 就是who is reading for you 这种就是用一个短语来代替用动词的表达方式 那么本身呢 这个intervaron 它就是等待它的词根 intervaron intervaron 这里说这个 在这个戒字后边 那么由戒字端语构成 表示一个 同样一种状态 后边一个词组 大家也画起来 叫mundu zennini 这个意思为什么呢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从一段时间开始 有一段时间了 或者表示很长时间 那么所以说就是说 你的姑母在家 她已经等你有了 已经等了你一会儿了 他发道一律 那么这两个词呢 我们知道就是命令式动词的两个 对吧 那么如果大家看到这两个词 想到了这个知识点 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命令式动词是如何 由这个现在式动词 变化而来的 如果这个规则上面 大家有不是很清晰的地方 可以翻回之前的 音频 重新来听一听 然后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请做 对吧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表达方式 就是 用一个 然后后面加上 它的词根 同样表达的是什么 请做 这个意思 然后接着 这个姑父呢 就开始叫了一个叫 哈密德的 人就说 哈密德呀 那么他这个 也是这个 命令式动词的形式 原本是说 说话 他变化而来的 他变化而来的 那么他就说 告诉你的 你的妈妈 也就是这里边 阿里的 阿里的姑 姑妈 对吧 告诉你妈妈 固定的表达 固定的搭配 后面所引的这句话呢 是要由 作为这个引领的 那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 固定搭配 因为通常情况下 我们知道 在句中 由这个 引领来需词呢 引领的名词句 在句中 一般用的是 但是 这个词是比较特殊的 大家要记住是 后面的名词句 正篇组合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兄弟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什么 指的是侄子的意思 大家可以画下来 他的侄子 然后呢 进一步说明 这个他侄子的身份 阿里 就是这个阿里 这个人 干嘛了 来了 所以整合一下 这个部分 所讲的内容 就是说 阿里 跟他的这个姑父 打招呼说 你好 你好 真主赐福于你 慈爱于你 我的姑妈在家嘛 她在 她等你有一会儿了 请坐 哈密德 告诉你的妈妈 他的侄子 阿里 来了 这个一部分 那么大家也会发现 我们第二个 画了红线 用红字来 特别标记的 这句话呢 相对来说 我刚刚讲了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 它的这个动词 搭配 那么那个知识点呢 其实就是 刚刚我已经 为大家讲解过的 就是在阿拉伯人的 这个亲属关系当中呢 有一些是专门用 专门的词来表示 比如说 阿们就是姑父 阿们埋吞 就是什么 就是姑妈 这样的意思 那 阿昏就是舅舅 是吧 阿昏 阿倫 阿倫就是舅舅 阿倫就是舅舅 阿来吞就是舅妈 这些词 那么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这个侄子 这个小姑 姑父 救母 救父 这些 并不是由一个 单纯的 单个的词 来表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用正片组合的形式 来表明 他们的身份 比如说 谁是谁的女儿 谁是谁的母亲 这样子也能够 表达同样 这个亲属关系的意思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块 这个 以这个正片组合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身是一个 连环的正片组合 那么又提到了 说这里说 阿拉伯人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祖先 所以他们对于 血缘关系呢 并不是像这个 部族类的 部落民族一样 那么正式 所以就没有 有很多的这个 亲属关系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 专门词加以表达 那么就常常采取说 谁是谁的儿子 或女儿的方式表达 比如说 给出这几个例子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Ibnatu l'uhti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什么 姐姐 或者是妹妹的女儿 就是什么 外甥女 我们这个汉语当中 是有专门的这个词 那再比如说 Ibnu el'ammi awil'ammeti 那也就说是 姑姑或姑妈的儿子 那就是堂兄弟 对吧 堂兄弟 再往下 Ibnatu l'ammi awil'ammi awil'ammi 那这个呢 就指说 舅舅或舅妈的女儿 也就是表姐妹 表姐表妹 然后再往下 Zaojetu l'ammi 是什么 兄弟的老婆 就是什么 或哥哥的老婆 就是嫂子 那么或者是 再加一个 就可以加个弟妹 对吧 如果这里面的兄弟 指的是弟弟的话 最后一个例子叫 ZaoJu ZaoJu la 最后一个例子叫 ZaoJu la Uhti 意思就是什么 姐姐的老公 就是什么 姐夫 那么这一块呢 就可以告诉大家 当我们可能有些词 还没有学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 一个正片组合的模式 然后来间接的表明 他们的这种 亲属当中的虚拟关系 这个呢 也是阿拉伯俄语当中 常常会使用到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部分的内容 这种 这种 有什么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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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